景气差,房仪产市场冷清清,不看重台北新医区新开百货公司的人潮前潮,有业者就开辟了酒瓶大的专柜,后车五天卖了八户,业绩飙破3.6亿 逛百货公司还能顺便看房子,业带捧着传单,主动出击,卖力推销 这个案子的位置在松江路上 就连房屋模型也能看得到,代销公司首度进驻百货公司设柜位,酒瓶大空间,不卖宝宝衣服,卖的是15栋新建案 光看模型不过瘾,想看样品屋,千万古董老爷车带你去,走进地下室,从新区百货出发,直达松江路建案,新形态,开户手法,民众的买单 如果是打发时间的话,可能最后可以顺便去看,但如果是有别的事的话,可能就不会 会留下来,我就会 专程来逛百货公司的人,绝对会无意间看到卖房都觉得蛮稀奇的 边逛边看房,平均一天就有60组客人到专柜来预约看屋 设柜5天,8户快速成交,业绩只充3亿6千万,堪称全台含金量最高贵位 跟传统方式相比,一般看屋,透过广告或是口口相传,被动吸引民众上门 平均看三次才会成交,新形态,进驻百货公司直接出招 带你看房,缩短流程,平均看两次就会签约 速度上来讲,跟过去比较的话,比较快决定的时间呢,缩短了将近30到40的时间 经济差,代销公司不再被动,前进百货,积极接触人群 也直接面对主要客群,打响名气,更潮热买气 有新闻,只有翔,彭聚,周玉如,台北报道 他不正常